高雄气泡意外引爆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像是大家都在问的管线的布线和管理 台湾的石化业者到底该何去何从 甚至未来台湾的石化业到底要迁去哪里 民众需要居住安全的保障 但同时石化业的出走 对大高雄地区数十万的从业人员来说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深入解析 吴教授您好 你好 高雄前政区气泡事件之后 预计2015年签厂的中油高雄炼油厂 恐怕是势在必行 不过有媒体就说 这可能会引发大高雄地区经济就业的社会问题 请教老师您怎么看 是啊 其实石化工业 然后在台湾 它是从那个石像建设那时候开始的 因为它是石像建设 里面的一种 不过它在1970年代 那个时候其实是已经遭受大家的批评了 台湾要不要发展这样一种石化业 因为我们也其实没有那种条件 因为我们是一个岛 然后我们的土地也相对的少 所以这些比较大污染性的这种东西 对环境是造成蛮大的伤害 可是那时候我们刚刚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所以在初期的时候 相对的这个环境 大家不是那么重视 何况那个时候是一个这样一种专制的这样一种时代 所以政府讲什么 它要做 然后就做 所以石化产业是从那个时候 然后就建立的 而到现在当然这么长的这样的时间 它早就生根了 可是从二清 三清 四清 五清 然后一直到六清 其实大家现在已经都知道了 然后好像是2015年 这个中游就要全部都迁出了 而现在这个台塑 所以在高雄这个石化产业其实这个月来 当然也没有这个存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余地 这个不管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现在这个政治上 或者是大家在生活上 那其实都有这个非常确定的这种方向 所以到底是它如果石化产业 现在通通是没有了 然后对我们的这两种就业 然后会不会那么大的影响 其实应该大家心里面早就有准备了 所以即使这个短期它有影响 但是不会影响那么大 其实这个产业然后再转型 或者说这个大家再去转业 我讲这方面大家已经非常地习惯 所以我们也不必那么样的恐慌 因为一个产业然后怎么样去转变 或者说新的产业它会来 到底会发展什么 其实也并不一定说完全是服务业 所以大家也不必要那么样的担心 但是短期它的确是有一些人 他会碰到生活上一个问题 这个我想这个才是政府主要进来 然后要去帮忙的这种地方 但是整体的这样的发展 我想大家真的是不要那么样的担心说 台湾经济然后就会垮掉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新的产业新的东西它会出现